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据《都灵体育报》报道 郭米主席马洛达希望在今下尝试签约保罗大巴拿 保罗大巴拿的合同指证一年到期 而且至今还未有跟罗马续约 《都灵体育报》说 郭米对保罗大巴拿感兴趣 正在此再次尝试把他签到郭米 值得提的是 保罗大巴拿的合同解约金只有1200万欧元 如果郭米能在今下出售马高亚拿奥道域 那就可以腾出新水的空间 保罗大巴拿几周前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首选还是继续留在罗马 但他和马洛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郭米可以参加欧冠联并竞争冠军 这也是可能对保罗大巴拿很有吸引力 早在2022年的夏天 保罗大巴拿离开早记的时候 就和郭米传出过匪文 但当时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最终保罗大巴拿选择加盟罗马 多谢收听 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啦 立即下载M直播 无论何时何地 犹豫自身现场 看尽足球 篮球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